不管零錢或鈔票能存下來 盡量存 上班族拚命賺錢 為了退休享受生活 到底準備多少錢採購 根據國泰市華兩萬七百五十一份的問券調查 國人認為至少一千四百三十一萬才能退休 而退休後每個月生活費大約五萬元 感覺上那好遙遠 對 就是跟我們平時接觸到的人 可能沒有聽過那麼龐大的數字 但聽到還是會畏懼 但是我覺得就是要努力 你現在努力是個基本 資料顯示臺灣儲蓄率二零二二年超過四成 將近五成民眾儲蓄水位 能支撐六個月以上基本生活所需 不過財務規劃表現較差 檢視計畫跟目標行動力相對不足 他們大概平均有三成的人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財務目標 我們在進一步去觀察的時候 會發現其實當你開始有了小孩以後 你會在做你的財務規劃的時候 會開始去思考他的教育金 這個時候其實你在觀念跟行為當中 就會去做出改變 想快速達到退休門檻 除了節流也得開圓 以報酬率高於通膨的標的為主 定存儲蓄險風險低速度慢 創業合股高報酬風險高 股董珠寶增值空間大 不過門檻高股市相對容易入門 建議採用只收到投資的方式 去投資大盤型的ETF 比如像零零五零這一類的 你可以預期年化報酬率 可以達到七趴到十趴 退休要享福 盡早省錢儲蓄 開始理財投資 時間複利是錢滾錢最大助力 三個新聞 江博 也是網位台北 採訪報導 早安 再結束